第一局情况 是由林高远率先发球 咱们队员非常的熟悉啊 这个打了也很多次 而且你看马龙 这种细腻程度 可以说在世界上排第一 这种细腻程度 你看马龙这种调动 马龙非常的快 你看这是快速 这种衔接 这种上手 这种发球的变化非常的多 不光是旋转啊 在弱点上的变化 看马龙很少有这种 无畏失误 对吧 就说这个就是 这是能力的表现啊 对啊 这就是说的顶尖运动 这就叫无畏失误 而且用的都非常的自如 合理 马龙的比赛就非常的清楚 他的这种战术啊 打得很清楚 你看 像当台前面那个 那我就直接顶回你的反手 你看像这种质量没办法 10比6 马龙的局点 好 来看第二局的情况 这种质量一定要加上去 你看第一局过来拧拉 有两个球 直接拧死 就得要这种 你看这又是加 就其实在这样的一个 关键场次 有一个死转 这个转的还是挺转的 打这个 2比2 漂亮 漂亮 林高远 但是始终是被动 不太好拧 这个球已经顶着他手了 这个套路真的非常的多 太多了 这又 嗯 这球没出台 这发的不错啊 这球没出台 这发的不错啊 嗯 看一看 漂亮 正手 漂亮 落点很拉鞠 基本 哇 哇 比飞也是被拉开了 嗯 现在目前 接发就用拧拉 切了一把 漂亮 哇 这 相持漂亮 把林高远这种节奏给打乱了 打乱了 看了 看了吗 你看现在就是 这跟第二局这样的一个比分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呢 你看 明显加上速度也很快的运动员 但林高远比他还要快 嗯 就怕这种收不住手 看 马龙的机会就来了 你看 两个球 是的 所以说 这个局面有可能就是个转折 你看 我就说吧 你看连续 我们肯定会抓住一切这种机会 把他的节奏打乱 这让他缓一下 快了 哇 马龙这 已经不考虑落点了 对 漂亮 漂亮 你看 你看这个落点 嗯 嗯 6比5 马龙的发球还是得要破坏林高远的第一板的这种接发球的拧拉 你看了吗 破坏了 机会啊 嗯 7比6 嗯 这个落点 嗯 把这个比分啊 纠缠住 漂亮 对 哇 哇 9比8 哇 太快了 林高远的先接还是可以 好球 好球 直接发了 看会不会再发一个反射场 哇 哇 四局的比赛情况 看看 林高远的发挥啊 直接打长了 直接打长了了 下边下边下边 嗯 嗯 这种节奏变化打乱林高远 这个变化 这个落点3比5 这两个发球非常的关键 这全都是林高远 这是一个等待林高远翻错误 漂亮 哇 漂亮啊 只有一分的分差了 漂亮 把前面那么果断了啊 其实在有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林高远可以还是胆子大一些 哇 有点 看林高远的这个发球 切了一把 漂亮 哇 节奏 哇 哇 这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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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给你这种时间 漂亮 追回来也是 节奏给打乱了吧 林高远的 哇 哇 这个球 开局啊 必须得打开局面 哇 这不好这又是林高远的 让他不好使劲 或者防守长 你看 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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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板球 你看 了 你看 林高远 你看 林高远 4比2 又是林高远 又是这 他 哇 哇 这个弱点 漂亮 哇 5比6 哇 这个 哇 林高远没敢 哇 8比6 哇 这套路啊 已经想的很好了 正手没拉上 漂亮 对啊 哇 正手再一回来 很难去处理 看马龙的发球啊 会不会继续发呆的正手小三角 还是反手长的 哇 太果断 太坚定了 太快了回来了 拧完了 你看 赶紧往反手跑 然后这一下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 对 双方也是进行到了 对 今天林高远的这个发挥啊 真的是非常好 在一些关键球上非常的坚决 其实他第四局已经犯错误了 其实他第四局已经犯错误了 7比3领先 已经在犯错误了 但是第五局还能这个 看 状态也不犯了 非常的不容易 那这样的话呢 比赛也是被带入到了决胜盘 对 各位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 宝能杯2022代 刚刚结束的第四盘比赛中呢 马龙以2比3啊 遗憾的赋予了林高远 这样的话 比赛也被带入到了决胜盘 那在决胜盘的比赛中呢 是由王楚清对阵周启豪 也是双方的2号单打的 这样的一个对阵啊 确实是啊 那这样的一个